第八届投城老街文化艺术季 今天在投城庆元宫热闹开幕 展开围起八天的展览活动 开幕仪式当中并且邀请宜兰在地的饶舌歌手 Stackle以活力演出 展现投城在地的年轻新风貌 包括投城镇长 南洋博物馆馆长 仙医员等多位贵宾都出席盛会 期许艺术季圆满成功 并且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投城老街的文化魅力 结合了国内外所有的好友 所有的职人 所有的艺术家 所有的文化工作者 一起结合起来 把我们老街创造的这么有意义 今年更特别邀请到我们这个策展人 远从花莲跟鹿港还有基隆来到投城 一起把他们的元素加注在投城 我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结果 为了我们投城的发展文化 原来说一直在在冲造 让我们投城老街文化 可以继续来团下去 对地方的发展 需要大家帮忙 来自有很多外国可以在我们投城 让我们投城一天一天再发展 从民间的角度整合过去的我们投城在地的人文艺术 还有新的移民 那今天已经是第八届了 看起来这个投城老街文化艺术记 应该可以变成是投城的老街的国际文化艺术记 因为已经具有国际的能量 2023投城老街文化艺术记 以意义三海街为策展理念 邀请来自外县市三位策展人 钟宇恩 林书豪以及张敬业共襄盛举 张敬业 林书豪还有钟宇恩 特别搭配我们投城的十组在地之人 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共创 希望能够借由不同乡镇的经验 然后跟投城在地之人 产生更多投城的新的生活模式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也有很多的突破 包含我们这次也有艺术巴士的专车 从一台车吐整台车 活动还规划有街区的走独导览 并借由艺术巴士带参加者前往山与海线 另外还有策展人的分享会 以及处兵好市集 而晚上还有投城正攻所与代表会 共同举办的三海之声投城老街音乐会 邀请在地的创作歌手来演出 一拍即合我想未来啊 我们觉得对于这个老街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给了年轻人跟很多职人 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更渴望啊这个活动可以 永续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这次呢也有跟这个全家便利商店 耿访渔港店合作 所以全台湾最有耿的海边艺朗 就在我们的全家耿访二楼 那也会有我们签名马丁老师的作品 这个岛屿岸等等的系列作品 2023投城老街文化艺术季 从10月14号到10月21号来举办 让民众从艺术家的作品当中观察到 著名与记忆的流动 让新旧文化在投城老街交织融合 宜蘭新闻记者 石世民 采访报导